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的皇冠粤語新聞 我是王志光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70周年 國防部在新竹湖口基地 舉行國防戰力展示 國軍精銳部隊進出 三軍統帥總統馬英九親自教閱 重申中華民國主導抗戰的地位 而在展演的過程之中 一架IDF戰機 因為受到空中美流的影響 出現劇烈搖防的情形 場面一度驚險 幸好沒有發生意外 國軍四號 在湖口舉行漢光31號演習 三軍精銳進出 總統馬英九 亦親自到場閱兵 由於今年 是抗戰勝利70周年 總統在致辭的時候 除了一再重申 中華民國主導抗戰的地位 還有抗戰的歷史意義之外 亦無忘記 替八仙樂園 粉塵爆炸案的傷患其福 而這次軍力展示的重頭戲 還特別安排 平均高齡90多歲的抗戰老兵 參加地面分裂式 不過仍然不免有人抱怨 這場紀念 來得太遲 這次國軍戰力展示的整體表現 總指揮官 任歸藍打門訓 不過在空中分裂式的過程之中 仍是發生意外的插曲 一架IDF戰機 因為受到美流影響 出現劇烈搖防的情形 幸好沒有發生意外 國軍精彩的演出 贏得現場掌聲連連 走來進去 啼? 來自分裂 替八仙樂園